吳瑞兒三官司纏身 性侵呼麻還有合約糾紛 只希望這個案子能夠 趕快的倒一個段落 欸 但是你的願望 應該很難實現囉 因為你在夜店檢視性侵 13日被判刑2年 而謝皮也開這件 還有其他官司纏身啊 今天住途給你多久了 他3年前在家呼麻 被警方奔門查獲 對不起 我真的捨不出頒舉話 因為他認罪沒前科 檢察官將他還起訴 但他卻在還起訴期間 在夜店犯下檢視性侵案 影響可大了 沒錯 之下影響到他的呼麻案 讓原本的還起訴被撤銷 他被依不停罪起訴 未來還要上法庭面對 但他的雖事可還沒完 他先前和楊玲組成的Under Lover 也和前東家東昇唱片 爆發合約糾紛 被東昇告上法院求償千萬 全案目前在台北地院審理中 東新聞真是流年不利啊 報導 未來是 未來是 未來是